全球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根据美国日本新加坡等跨国医学专家的长期观察 不约而同的发现除了身心退化外 孤独更是长者的沉默杀手 尤其居家防疫期间更为严峻不容忽视 短短的时间里面其实我们就发现了长辈有四大困扰 第一个困扰是无聊不知所措 因为过去他来据点或来日照 其实不管是社工或者是志工 都有安排很多的活动给长辈一起参加 让他们的生活其实是很有目标 很有生活感的 所以当一开始转变这样的形态之后 其实长辈第一个面临的就是无聊不知所措 甚至是每天可能睡到10点11点 或者是每天早上起床之后 就是一直看电视这样子 那第二个是孤寂无助 就是一样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他特别是老老或者是独居一个人在家的长辈 他更会感受到自己的孤寂无助感 那第三个是身心退化 因为少了有志工或有社工带大家一起做活动 不管是健康操或者是一些律动的活动 其实少了这个其实会非常让明显感受到长辈在身心的退化上面 起了非常大的变化 那第四个是因为宅在家嘛 那因为比如说很多人年轻人也会开始居家工作 小朋友停学不停课也是在家里面 所以因为长时间的相处也很容易因为这些的情绪 与家人开始发生了一些的冲突 因此宏道以无接触的方式 包含送上各式家庭作业 电话或视讯远距关心 线上聚餐或上课等化解孤寂无助 还提供运动影片或者直接远距视讯一起做运动 来缓解身心退化 住在彰化领友身心障碍手册的91岁阿贵阿嬷 两年前参加红道成立的据点活动后 摆脱呆首三合院的人生 疫情暂停据点后 红道社工就送来家庭作业 化解阿嬷的无聊时光 还好一直在我之家有想到说 小朋友都有含假作业 暑假作业 长辈是不是也要有功课呢 让长辈在疫情情间 在家里可以动动脑 谢谢功课 疫情情课期间 阿嬷有了小学堂功课 生活有了中心 会自己主动学功课 画画图 每天也期待我不去教她 不会有功课 基金会下半年持续携手便利超商 社福团体 共同推动加一点关心 减一点冷漠的 引领新生活公益募款行动 邀请大众朋友响应林千娟 关怀国家的老宝贝们 记者温宇俊台北报道